焰紫颱風 波靡日本關係 京都多處景點與神社 也受到衝擊 蘋果8日一早 前進京都車站 看到不少外國觀看看 以及趕著上班的人潮 雖然當地目前發布大雨警報 但生活機能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感覺有點疲倦 怎麼會這樣 因為它很疲倦 在前往景點的路上 計程車司機也透露 颱風當天下午風雲變色 是我近60年來碰到最大的颱風 更說關係現在不是好雨就是熱浪 好不容易涼了颱風就來了 蘋果團隊日本大阪採訪報導